親自接牌行政院長陳建仁出席 氣候變遷署籌備處成立典禮 不只關心生態永續 治安問題也是當前要顧 尤其新北連兩天發生重大槍擊 另一頭的國民黨 周末不休息 加開記者會 為的是前一天 陳建仁喊話 新北要對槍擊案負責 和侯友以隔空槓上 藍營群企護航 要中央別甩鍋 行政院長是局外人嗎 陳建仁 你是不是也要負起責任 維護國人的身家的安全 是政府的責任 那我上次以後 一直認為這個治安 是市政的首要 所以我一再希望 中央和地方 都應該來合作 但陳建仁的話也不是沒道理 看看侯友宜出訪四天三夜 十九號凌晨板橋傳出槍響 侯友宜前腳踩飛抵新加坡 深夜淡水惡火又奪走四條人命 隔天發生少年大喇喇在土城 對當鋪掃射四十二槍 二十一號五股船斷橋意外 釀三傷 侯友宜人在新國市鎮交流 新北地盤 狀況一螺框 強調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畢竟維護國人安全 雙方都有責任 如何好好解決問題 才是人民最關心的事 靜雄黃新夏宏睿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靜好新聞